大家好,我是可家妈妈,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里每天为您分享各种食用的养生知识 希望能给您的身体带来健康 在中国的传统医学中 枸杞一直被认为是一种具有滋补肝肾、明目、润肺等功效的中药材 近年来随着人们的健康意识提高 枸杞也逐渐成为了越来越多人餐桌上的健康食品 然而,近日有医生提醒 枸杞在遇到某些食物时 可能会产生致癌风险 不建议同时食用 这个消息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了解具体的情况吧 第一,枸杞与致癌物质的关系 根据传言,枸杞中含有一种名为亚硝酸盐的物质 这种物质在一定条件下会转换为自然物质 亚硝胺 从而可能增加患癌的风险 然而这一观点目前并没有科学预计 事实上,亚硝酸盐广泛存在于许多食品中 如蔬菜、肉类等 而亚硝胺的形成需要足够的硝酸盐和胺内物质存在 因此枸杞本身并不会直接导致癌症的发生 第二,长期喝枸杞泡水 对身体有些什么好处? 为了家人,我们不妨一起来了解一下 一,养肝,适当地喝一些枸杞水 能起到保护肝脏这方面有不错的效果 因为枸杞中含有多汤成分 能够帮助加速肝细胞再生与修复 减轻对于肝脏的刺激 同时能帮助增强肝脏功能 促进毒素来劲的排出 起到养肝排毒的功效 特别是枸杞在辅助降血脂这方面 还有一定的效果 有助于减轻对于肝细胞的损伤 降低换上脂肪肝的风险 第二,美容养颜 枸杞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和胡萝卜素 适量饮用枸杞水可帮助美容养颜 而且,维生素C还具有氮化碎和抗氧化功效 可以帮助美容养颜 第三,改善睡眠质量 枸杞具有安神助眠的功效 能够帮助人们更快地进入深度睡眠 长期失眠或睡眠质量差 质量不好的人 坚持喝一段时间会发现 睡眠状况有明显的改善 四,抗疲劳 枸杞中含丰富的枸杞多糖和维生素B1、B2等营养成分 这些成分能够促进身体新陈代谢 增强身体的耐力和抗疲劳能力 在繁忙工作或学习中 经常饮用枸杞水能够缓解疲劳 提高工作效率 第五,养护盛战 枸杞中的营养成分比较多 而且每天适当的服用 会有助于控制身体血糖 血压减弱肾脏疾病损伤机能 枸杞本身就缓有缓童 可以促进体内持激素分泌 同时抑制前列腺增生 比较适合男性朋友去服用 但是要提醒大家 枸杞泡水不能够大量 每次5到10克之间就可以了 大量食用枸杞不仅起不到保健功效 还有可能起到反作用 而且容易导致上火的症状 二,医生提醒 枸杞遇到它会致癌 请勿同时食用 赶紧看看 别再犯糊涂了 第一,螃蟹 螃蟹和枸杞都是人们喜爱的食物 但它们并不适合同时食用 因为螃蟹中含有大量的蛋白质 脂肪和碳水化合物 而枸杞则含有维生素和矿物质 尤其是维生素A和胡萝卜素 这些营养成分在人体内互相作用 容易导致消化不良 腹泻、脏气等肠胃功能 此外,螃蟹和枸杞都是含性食物 同时食用容易加重体内含气 起到身体不适 第二,绿茶 绿茶作为一种健康饮品 被证实具有多种保健功效 它富含抗氧化物质 可以抵抗制有机 对细胞损害 预防癌症的发生 绿茶还具有很好的提升醒脑 降低血压 降低胆固醇 多种功效 如果您在喝绿茶时 加入了枸杞 可能会产生一些不良的反应 因为枸杞中含有大量的多糖类物质 这些物质在绿茶中的柔酸会发生反应 会形成难以被人体吸收的沉淀物 这些沉淀物不仅会降低身体营养物质的吸收 而且还会对您的肠胃造成负担 引发肠胃不适等症状 3.原来枸杞泡水 不能随便喝 需要避开4个禁忌 若是喝错了 反伤身体 1.不能用开水冲泡 因为看水冲泡枸杞会造成枸杞类的营养物质流失 使得原本的保健功效大打折扣 所以泡枸杞最好用80度左右的温水 如开水冲泡时尽量短时间 不要长时间浸泡 一般冲泡枸杞时间在3到10分钟左右就可以喝了 如果时间太长会影响枸杞的口感 还会让枸杞里的营养物质变硬 2.上火的人不能喝 枸杞作为药食同源的食材营养价值高 还可以用来调理身体改善某些症状 但不能随便泡水饮 特别是已经有明显上火的人 不能够摄入枸杞 如有咳嗽、口臭、眼睛分泌物多、尿液、缓等症状 这些都是要选择清热降火功效的食材来调理 才能达到平衡的状态 而枸杞性质比较温和 如果摄入过多太过温补反而会上火加重 3.枸杞的保存方式要正确 枸杞应该放在干燥、阴凉、通风的地方 避免阳光直射、潮湿、高温、异味等影响 有可能会导致枸杞变质、发霉、失去活性 影响其品质 如果是夏天的话 尽量把枸杞放在冰箱挤洞里面 这样才能够保持枸杞的新鲜度 是 不能空腹喝 枸杞虽然是一种天然的食物 但也不能随意食用 尤其是在空腹的时候更应该注意 因为枸杞含有较多的脂酸 这种物质在空腹情况下与胃酸发生反应 会影响胃酸的分泌和消化功能 因此喝枸杞水的最佳时间是饭后半小时 这样既能够吸收枸杞的营养 又能够保护胃部的健康 总之枸杞是一种营养丰富 具有多种功效的食材 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 以下这几个方面哦 只有掌握了正确的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 才能够充分发挥枸杞的优点和功效 为我们的身体保驾护寒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啦 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 请动动您发财的手在下方 给我点一个免费的小爱心 感谢您的支持与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